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是东北路小学 为什么只有一个东北路小学 东北路小学能否成为全国足球发展模式 足球之夜邀请全体国脚校友重回母校 与孩子互动 与师生座谈 共同回顾东北路小学的足球历史 一起探寻青少年足球的发展道路 大型现场节目 走进东北路 足球之夜马上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 国一 到 磨刀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1996年开始播出的 从那一年开始我也就每年都会来大连采访 前前后后加起来咱们也有几十次之多了 其实在足球之夜开播之前我就知道大连有一个东北路小学 东北路小学是一个足球人才辈出的地方 但是在这几十次的大连执行当中却没有一次真正走进这所学校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 反而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一种愧疚的感觉 今天我和我的施制组终于推开了东北路小学的大门 我们走进这所学校来看一看究竟 在我身旁呢 这座雕像呢 其实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东北路小学从六零年开始比较正式的足球训练之后呢 这个学校前前后后为中国的各级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几百名球员 在目前中超当中还有二十六名球员 在中甲当中也有十四名球员 可以说这个雕像就看着那些球员一步步从这里 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小学毕业 然后走上了自己的实业生涯 他也算是东北路小学足球的一个见证人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呢 就想多了解一些东北路足球的故事 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开始谈讨 我相信大连组体一定会跑起来 这种情景已经很久没有清新经历了 过了这么久感觉这个学校还是跟大叔一样同小 在这儿待着训练足球也有八个年多 给我留下了很多回忆美好的回忆 那些烦心事什么都没了吧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在上个月的11号到13号期间 我们足球之业设置组邀请了大连东北路毕业的23名国脚 一起回到了他们的母校 在三天的时间里 他们将一起讲述那段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对于他们来说母校的荣誉室已经很久没有参观过 这些属于他们的奖杯 这些展示他们青涩年代的照片 他们已经很久未见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拿起了手中的拍照工具 记录并兴奋地回忆着 你看这出来还不可以 在给母校写寄予的环节中 他们都用着深情而又简单的文字 表达着内心的思念与感激之情 不过赵明健和秦生两个人 只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却没有给母校写寄予 这是为什么呢 你写了 你拿了衣服呢 叫刘远 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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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写也不好 我自己写也不好 你自己写 好 你自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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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了 我自己写 我自己写 你现在看书 你看什么书了 什么呀 你的中牙 你自己写两个 你自己写两个 把不用的时候放到边上 啊 用一脚球懂不懂 就是一脚球你大力的传给他以后 你上去堵截 画面中这位教练员叫做柳中云 由于用嗓过度 他的声音听上去比正常人要嘶哑很多 对于他来说 在这片操场上究竟连续工作了几千个日日夜夜 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他只是简单的告诉我们 他已经有二十个春节 没有在家过年了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柳中云教练和他的团队们 培养出了三十八名裹脚 和超过四百名的职业球员 听到这个数字 你也许会感觉到惊讶 但当你听到这几十年他们的训练工资后 你也许会感觉到震惊 五块钱 一个月是五块钱 后来改成十块钱 后来改成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改成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改成八十 八十可能改成一百 一百改成五百 五百改成八百 八百现在改成一千 从一千年改成一千 在大连 这个东北地区消费相对较高的城市来说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每月工作三十天 每年工作三百六十五天 他们的工作强度之大难以想象 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 却用微博这个字语来形容 都显得有些奢侈 几十年间 柳中云的教练团队一直在默默地为一批又一批小球员打基础 他们的名字 只有他们带过的球员和球员的家长才知道 无名 无力 他们的坚持 只因热爱 我 我们教练啊 正习教练 我惯得就这样的 我咱们 不管干什么 咱们都写足球 用写足球 咱们就 每天又珍视自己 珍惜自己 每天一天去练 厉害 对于在大林东北路小学毕业的球员来说 小学时期的东训都是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 周庭作为目前东北路毕业生中年纪最大的现役球员 我们先从他那顿苦日子开始 去广州我记得好像去过一次 去过一次也是火车 应该是两天两取吧 然后晚上睡觉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 教练的时候多拿点报纸 然后晚上困了直接就到那个硬板坐下面 报纸一扑到那下面去睡觉 是不是这样 然后坐那个轮船去吴州的时候 到了广州 然后再坐一天一夜的那个轮船嘛 去吴州 基本上就是那个 大通铺 就全是大铺 就是 就是轮船的那个 应该我不知道 基本上 应该是最底下的 最差的那仓位吧 整个全是通铺 然后我记得是 然后我记得是 在我们这个舱旁边就是 拉的是猪吧 反正一动 味道也不好 很臭 就是这种环境 因为每次出去都是这种这种条件 张晓坤东迅时 条件已经 已经稍有好转 我第一次跟球队东迅 有才十岁吧 九六年 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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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岁 你想一个教练要领十几个 十岁的孩子 要是坐着船 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其实不是很容易管理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球队东迅 就是教练上船之前就说好了 只能在这待着啊 不准乱跑啊 注意安全啊 不准到家板上去 那小孩嘛 刚上船没一会儿 我们就都跑去家板上去玩去了 看大海啊就玩 回来就被教练揍了 从周庭和张耀坤那个时代 再到秦升和王大雷那个时代 他们东迅的条件 已经变得更好了一点了 在船上最早我记得是坐五等舱 五等舱就是说在那个船的最下边 然后大家很多人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住 然后你在船舱你都可以跑 然后后来就是说条件稍微好点了 坐四等舱 最好的我记得坐三等舱这样 因为都坐船嘛 这感觉挺有意思 反正在船上就待个两三天天了 当时小啊也没去想那么多 反正只是觉得跟自己的队友在一起闹闹玩玩玩 两天两夜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苦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也许是他们当时的那段磨练 才让他们有了现在的成就 中国都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大教室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去在地上弄些草垫子啊 屋子啊 背上就铺在这儿打通铺 大家一个一个排一排这么睡 要不就桌子啊堆在一起 就这种条件啊 很艰苦啊 一个月的训练 然后再回来 确实很艰苦的一段日子 但是就是给我确实 现在想要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真的是 条件虽然艰苦 但是能在小学时就体会到离开家长的集体生活 东迅的新鲜感和与小队友一起玩闹的快乐时光 他们依旧记忆深刻 那时候过集体生活特别开心 然后每一个真的是每一个家长对我们都像亲儿子一样 因为毕竟在外地 你不是说在家里这样的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家长之前关系都特别好 比如说咱们一起吃个饭啊什么的 就很正常 就是说关系都特别好 所以说而且那时候待着也特别开心 小时候反正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大家一起吃饭 大家一起住 然后一起穿臭衣服 臭袜子 因为那时候确实自己都不太会洗衣服 然后剩下就是说 哪个家里的妈妈去了帮忙洗个衣服什么的 都这样 大家好我是王大雷 我是大连市东北路小学00届毕业生 我是董黄佐 我是大连东北路小学1998年毕业生 我是刘建作 我是大连市东北路小学2005年的毕业生 我是赵明健 我是来自大连东北路小学2000年的毕业生 我是余安超 我来自大连市东北路小学2000年的毕业生 我是周庭 我是东北路小学91年的毕业生 从进入东北路小学到六年级的时候 实际上对一个学生来说 离离开学校的日子就已经很近很近了 就像我们这次请回来的二十多名球员 他们可能已经记不得当时到底是六年级几班毕业的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清晰的记得自己当时的教室是这间教室 进入教室之后也能够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位置 和这些球员一样 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因为在东北路小学这六年特殊的情况 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父母一起等候在校门口接孩子放学回家 是很多孩子儿时最为普通的记忆 但是对于董方卓来说 却是一件很难实现的愿望 他的父亲在一次意外的摩托车事故中 为了保护坐在自己身后的教练员而离开了人世 在小学时代 董方卓就失去了父爱 因为那时家中困难 董方卓踢球的所有费用 都是由教练来支付的 都对我很照顾 然后像福耀廷和妈妈呀 还有很多这些家长 其实对我都很好 都很照顾 就说有的时候 没事陪我聊聊天啊 玩啊怎么样 真的都非常不错 所以就说在我的记忆当中 那个时候没有说太多的这些负面的这个 嗯 精神状态啊 或者说怎么样 没有 正是因为那顿经历 让董方卓依旧执着的留在球场之上 即便是从英超曼联到中甲湖南相淘 刚刚以1250万转回山东鲁能的赵明健 在小的时候 也有一段与董方卓相似的经历 不同的是 他是由自己的父亲一手带大的 因为我母亲就是跟我父亲半路就累婚了嘛 然后我父亲当时我才六岁 我父亲也没在找 就是我父亲单独自己给我带大 当时我们那个早训嘛 就是在东北路早训的时候 我父亲五点多起来 然后先开车给我送到那个东北路学院 他再回家做饭 就怕叫别人家长啊 看见我就是没有人吃得好呀 或者是那个就是担心家庭啊 就父亲没责任啊 我爸爸都是把那个大连那种 就是那个虾耙子 那个肉给我扒了一排 就是炒了菜 都放了小饭盒里 然后他再回家 早上七点多一点 再开车再给我送过来 就是在学校 因为上课之前要吃饭嘛 然后再给我送过来 就是我父亲对我印象特别特别大 赵明健是个很孝顺的孩子 每年父亲的生日 他也会格外上心 就像现在在比赛中 如果我的球队要输球的话 我会到最后一刻我也不会放弃 我希望我能借尽全力 能帮助球队把比分扳过来 就是我个人感觉 我父亲把他的责任感 就是让我学到了 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 裹脚进教室的尴尬事 来来来来 敬一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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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不用那么复杂 放松一点大家 来来来 谁想提第一个问题 来 我 太提及了 和你吧 你的衣服颜色不太一样 你想论谁 总方主 总方主 请问你 你 你 你最崇拜的是谁 崇拜 你应该说我喜欢罗纳尔多吧 你放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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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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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挑女孩 哪 你来吧 你来吧 你去挑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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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给你 你去挑女孩 哎 去去去 来来 说说 我想问周海斌叔叔 叔叔您好 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足球的 你是从一年级的时候 那你小时候踢球的时候 不大路学习吗 不大路 谢谢 真的真的真的 我想问周海斌叔叔 听我妈妈说 踢球的小孩学习都做好 我想问你 步步和游上升 不是 谁告诉你的媳妇谁懂 老师的关系不怎么问题 怎么回事 你问问题 回答问题是后人的两位叔叔 是他俩的专利 我问你问题 你问我弄烦了 请这回答 这个问题请这回答 再问他一遍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踢足球呢 可能是因为大连州的城市吧 是足球城市嘛 所以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 然后就自己也就慢慢的 特别的就喜欢上踢足球了 学习吗 你学习不好 没有没有 学习特别好 真的 我必须修正大家有关键 其实很多踢足球的运动员 学习是不错的 真的 我学习也不错 以这位班主任为主 学习特别好 真的真的 这个不是骗人 真的 可以 因为咱们学校里有很多老师 各方面的 可以问一下 我们其实在学习都还不错了 我来问你 你先你先等下 他没教你 哈哈哈哈 注意点课堂纪律 这些学习不好 你 你 你会被送孟浩然 孟浩然之 不是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是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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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给我起个头 你起个头吧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怎么过起个头 第一句给我起一下 我这 没有 曼 good 嗯 atte 顾翻圆引 必空进 bez ven レ 1963 cadence 想不起来了 查太大事也不及了 你知不知道 才有会会 会 好好学习,坐好 我也想问七张叔叔 这就到你了 您踢球的最大目标是什么呢 最大目标就是 让自己快乐 让祖国足球完了 更上一个台阶吧 好了 切手了 哎呀,我手就切了 一加一等于二 没什么等于六啊 因为这些两个 然后呢 也可以这么算 那这样也可以 一加一等于六 因为那米花六 一加一等于六 我们坚持能量的 我们坚持能量的 我们坚持能量对我们的 我们坚持能量 一招一段而止 我们坚持能量的 好 这样子 我还没有 说 说 我是大连市东北路小学 四年一班汤俊豪 我最喜欢的球员是赵明健 我希望他能好好学习 也希望他能把他在场上这种作风 延续下去 希望以后能踢得更好 然后能早日进入职业队 接下来民间看到的是一场特殊的足球赛 11名东北路小学毕业的果角 对阵50名东北路小学校队的孩子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终这场比赛的结果是 11名学长2比0战胜了50名学弟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 姜还是老的辣 那场比赛我记得我是在场下坐着 然后呢很多小朋友就先去首发啊什么 我可能就是看他们比赛 那我内心也非常渴望去比赛 当时是他在八七年 跟那个八六年打比赛 就我们自己教练是那部教育比赛 打会儿就和教练说 教练叫我上去打会儿 叫我上去打会儿 这样叫他上去打了 他那么点孩子主动要去上场呢 当时教练安排我上去以后 然后手破了 腿也破了 然后我害怕我因为受伤 然后教练就给我换下来 所以说我想继续在场上去踢 然后呢就不给教练看了 其实卡挺大块皮 挺大块皮 然后这个背的时候嘛 教练叫我过道成过来 过来 你怎么在 就手不拿 能手怎么也不拿着 等拿着以后 我一看看打皮 你下手就有个教练 得叫我打一会儿 这样子 手破了 或者拿破了 不肯下场 可能会就是说 让这一个孩子 可能会有在困难时候 比较坚韧的那种思想吧 就包括我们常年礼乐 然后夏天冬天 然后这种训练 对这个孩子的毅力 还有这个性格 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存的那种图场 然后全都石子子 石子特别多 我们基本上 大概得三天到四天 训练前就得捡一次石头 就是 所有人排成一排 大家并排往里面捡石 捡石就把它愣到场地外回去 就这样 我也希望能为这个 学校也好 还是这些孩子也好 能再回馈一下 回馈这些 能培养我的这些学校 希望把我会的这些东西 能交给这些孩子 然后也能享受一些孩子 带给我的快乐 这一天应该离我很近了 国脚们回到东北路小学 重温儿时的成长历程 教练们坚守东北路小学 实现足球的新火传承 孩子们来到东北路小学 放飞自己的足球梦想 足球之夜 走进东北路小学 探寻青少年足球的发展道路 大型现场节目 走进东北路 足球之夜正在播出 这里原来是一个教室 从2004年 东北路小学 把这儿和屋外走廊的一部分 变成了一个足球的陈迷馆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陈迷馆里面 想要让既有孩子们的 书画的作品 这儿也有反映街头足球 还有长远足球的泥塑 当然还包括这些 大大小小的脚背 代表了东北路小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他们所获得的无数的荣誉 而这面墙上呢 我们还能够看到 有很多张记录了 历史重要时刻的图片 其实这样的一个足球之夜馆 虽然规模不是很大 比如说 这个房间我目测一下 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平米的样子 但是在全国的小学记号 据说还是独一份 而且面对着这样的展品 我相信很多的中超巨共 恐怕也会自愧不如 动不住小学既然有这么好的传统 我们不是想随意地把它放弃掉 那么这里有个关键的人物 就是校长 你校长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到位 而不热爱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又想把这个项目 保存下去有难度 是基于这种考虑 所以我把这个王校长 一直还留在东北路小学 这是大连东北路小学的校长 王左开 在东北路小学 他已经工作了八个半年头 在王校长的办公室内 我们随处可见的 是和足球有关的元素 就对于我们当校长来说 学校的足球 除了从理念的角度去巩固发展它之外 那么还有一个一项任务 就是说作为大连市足球的 算是一面旗帜 我们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性 你必须得给它打住 不能让它打下去 王校长为东北路小学制定了一个 从早晨八点到八点二十 为全校师生早读拓展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制定 也让刚参加完早训的踢球孩子 有了宝贵的二十分钟吃饭时间 如果你在踢球这方面很优秀的话 那么他的学业成绩 咱不说他一定不好 他多少肯定会受影响 对于他并是孩子 那么你如果非得强化 叫他学业成绩达到一种优秀标准的话 那么他的球的训练 肯定也要受这种影响 所以我们就积极在这里 去寻找一种平衡 王校长说 在教学工作之外 他考虑到最多的是 如何保证踢球孩子们的训练 经常出现这种状况 差不多的时候 我原先的做法是 老师把大部分学生送到门口 然后剩下的球员 在教学的准备准备之后 然后对到场上去训练就可以了 但后来我们发现保证不了 每个班级总有那么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 要么自己跑了 要么就被家人就偷着接走了 后来我们就确定了一个制度 交接制度 就我们给每个班级 议了个单子 你班级八个球员 带着八个孩子 从教室里 班级给带着去 你带着场上去 把这八个孩子交到教练手里吧 教练确认 八个人到位了 教练再带你千个字 然后你拿单回来 再安排你班级生活 大连租序的发展 从东北路小学去看 它应该是一个 从传统上是一个 很好的这样一个 就典型意义这样一个学校 但是我觉得大连 仅仅有东北路小学 是不够的 那么我觉得在 大连租序发展的 这个内成过程当中 我们将造就十个 东北路小学 这样大连的足球技术 才更加厚重 在我们足球之业组织的 为期三天的 《走进东北路》系列活动的 最后一天 我们也邀请了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 单纪人和沙河口区 体育局相关领导出席 共同探讨 东北路的发展模式 和帮助教练员 提出和解决问题 我们的训练四天 三百六十五天 趁节放下三天 十一天 五一一天 圆满一天 剩下的四天 天天天 每百天没有休息 我们 一直从建制到今天 好几十年 都是这样干 我们的教练 可能在万万已经 六二十年 就没得下过过之年 相对的几个教练呢 父亲和母亲 老了时候 都是在外面 慢慢接到点毛根 只要我们没有什么意义 也不要参加什么大赛 也不要参加什么 全会送给这样大赛 就算给这出去东西 在我身后 东北路小学的教学楼 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一座学校呢 这么多年来 其实一直坐落在这儿 位置没有发生变化 规模也没有发生 太大的变化 而这个球场呢 则发生了这么大的变迁 在两千年之前 这个球场是泥土地点 在两千年之后呢 修成了塑胶场地 而在二零一零年之后呢 在国家体育总局的 直接的资助之下 变成了我们现在 大家看到的人造场的场地 其实即便你不关心 中国足球 你看到一个小学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场地 你也会为这里的孩子 感到高兴 而如果我们真的 关心中国足球 关心中国足球的未来的话 我们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年在大连 有很多学校 像东北州小学一样 而后来 为什么那些学校 没有能够坚持下来 东北路小学 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 这种模式 是否还能够再次得到推广 进而在全国 也能够形成 东北路的模式 我们一期的节目呢 肯定不能够得到标准的案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 通过这次 我们走进东北路小学 让我们一起来 共同地寻找到 大连东北路小学 从1962年以来 培养出过38名 参加过国际A级赛事的球员 培养出了男女族 优秀队员400余人 培养出热爱足球的家庭 不计其数 东北路小学 之所以能成为 中国足球的人才摇篮 除了与所在的足球城大连 热爱足球的氛围有关 更与一批又一批 像柳中云一样 夜以继日奋战在一线的 教练员有关 作为中国最早开展东迅 而又延续至今的学校 东北路展现出了 传承与延续 东北路的模式能否复制 中国能否有更多 像东北路小学一样的学校 足球人才的培养 需要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时的成绩 为什么在2002年后 东北路小学的足球人才培养 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断档期 这个疑问 我们需要和大家一起 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中 找寻答案 曾经甲A 那时中超 足球之夜马上问一带来 大侠卫群 四川队准备主发 点球的这个是三号 编后卫群 射人 球进了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比0 三号卫群 为四川队先攻进一球 三号是川军队长 卫群 摇下一张射门 打到了同伴的腿上弹起来 接着马外罗突入禁区 准备射门的时候 对方 犯规了 对方在禁区里边犯规了 可以说是 上下一条心了 就是如何要跑急 当然 我们做得非常努力 因为确实是 当时跟青岛就是半几八两 谁有可能的意义 三号离兵 直接一脚打门 球进了 上半时比赛 刚刚进行四分钟 我记得好像就是 某一天的报纸 我好像突然就登出来了 好像说 球迷现在叫你妹大姐 说 只要能得到球迷的认可 叫什么 我们担心的就是 你别踢一场比赛下来 人家问你是几号 现在太多这种球员 我们那个时候的球员 应该讲 每一个球员 他真的是有一些特点 这些东西我觉得 不用说了 都是肯定是自己 平时都是不差功夫 直接调到进区 第一点百度城了 外边好像看点球了 应该是快完的时候 好像是我们领先 大概在八十分钟左右 本身管有外人 卡西啊 卡夏诺是吧 他背身拿球 我们的后卫 其实并没有挨到 他往后一摔 才能给个点球 上午通队的队员 认为没有犯规 查评员还是要 维持原判 也不是说我给他跪下了 真的我觉得 对 因为我觉得 我们足足比较 要带着带着太多的东西 就是从这一场比赛而已 当时因为我回到成都 以后还有好多 我的一些好朋友啊 什么的 包括一些相关的领导 都说男人席下成金 他说那个时候 我已经顾及不到这些 因为我就觉得太冤了 应该是我们主场 跟当时深圳平安的时候 我记得手边是江洪 那么我的这个进球 其实是被马迈罗的 那个后跟的勺子进球 给掩盖了 他是进的第一个 那两个球都很精彩 完了第二个球 我是在对方的大概 进区扶圈的时候 一个侧凌空 腾起来的一个侧凌空 17号卡比亚诺 投球转移到另外一侧 12号摘标 再传到进区里头 十雷 球进了 又是队长 三号卫群 所有的这种 这个点啊 什么的都遇到一块了 所以这个球感觉 进完以后 确实下来再看回放的 非常漂亮 好像是跑到镜头前 当时我记得我们的比赛 不是长服 我们都是跑到镜头前 去把这个衣服拉着 主发点停了三号卫群 看实验制的 这个球虽然判断非常准确 但是三号卫群 还是很浪静的 把球射进了对方的大门 还是很厉害的一锅 什么 脱手以后呢 球是先过了球人线以后 然后再把球抱住 结果三号卫群的一脚远射 球算近了 八号马铭鼓 一锅的能力非常强 突然的过顶直传 四号黎兵胸不一听 再接着十枚 球进来 又是三号卫群 1月17号18点35分 下期足球之夜 和你一起走进恒大足校 中文字幕转发